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乃满的残部相约要瓜分西辽的土地 那么花拉子摩在和乃满相约要瓜分西辽土地的同时呢 他停止了对西辽的朝贡 摆脱了对西辽的蜀部的地位 到驱处里篡夺了西辽的领导权 他把西辽的皇帝抓起来了 中卫太上皇他自己掌权了 这个时候呢花拉子摩迅速的崛起 那么这个时候和陈吉思汉 陈汉时间相差很短 基本上就是说可以说在蒙古高原和内陆亚洲地区 同时崛起了两个政治上的强权 一个就是陈吉思汉建立的蒙古国 一个就是花拉子摩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游牧地区和绿洲农根区之间是有传统的互相依赖的关系 陈吉思汉建国以后 陈吉思汉就派出使团 要和花拉子摩发生建立贸易的关系 蒙古人呢自己并不会做生意 所以呢 蒙古人所有的陈吉思汉的猪王 驸马 陈吉思汉的兄弟 叔伯 每一家 都把自己在战争中间所获得的钱财集中起来 然后委托一些商人组成了一支450人的一个商队 到花拉子摩去出使 要求开展贸易 我们讲的草原地区 由于游牧民族在一个地区不固定居住 所以他的铁锅 比较复杂一点的纺织品 药物都是不够的 他要通过贸易 获得更不要说贵族所需要的 这个奢侈的消费品 那么这一支庞大的商队 在到达花拉子摩边境以后 和花拉子摩边境的守城 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在哈萨克斯塔 一个地名叫雅斯 Y-A-S-S 在雅斯这个地方 当时的这个名字叫 厄达拉 到了这个花拉子摩边境 这个地方曾经是稀疗的领土 被花拉子摩瓜分掉 站走了 纯吉斯汗的商队到了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 花拉子摩的边关的守将 叫哈资尔之兰土 这个人呢 他是花拉子摩的皇后的亲属 有权有势 他能看到成吉斯汗的使团 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他起了百姓 借口 说你们来的都是间谍 把这些使臣全部扣留 没收了他们的 全部来 这个做贸易的 本钱的金银财宝 后来把他们全杀了 只放了一两个人 回来报信 那么这样呢 成吉斯汗派出了一个 和平使端 遇到了这样一个灭顶之灾 对蒙古人的震动是非常大 因为成吉斯汗在消灭 蒙古高原各部以后 变得非常强大 我下面会讲到 成吉斯汗发动了 对经朝的进攻 攻下了北京 就是经中都北京 他都攻下了 他还进攻西夏 力量已经变得很强了 居然有人会杀害使臣 非常不理解 成吉斯汗呢 为了想修补这件事情 成吉斯汗又派出了使臣 到华拉兹摩去交涉 那么这些使臣 又受到了华拉兹摩的侮辱和杀害 那么这个时候 成吉斯汗 其他的蒙古人 都感到忍无可理 因此成吉斯汗决定出兵 向华拉兹摩进攻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讲到 蒙古成吉斯汗早期发动的战争 基本上都是有起因的 他进攻塔塔尔 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他进攻密尔起 他是因为要报夺妻之仇 他进攻王汉克列布 他是因为克列人要袭击他 那么他这个 向华拉兹摩发动进攻 这个战争也并不是他挑起的 战争是由华拉兹摩方面挑起的 我们知道两大强权 几乎同时崛起 那么似乎总的来讲 一般人会这样认为 就是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毕竟要有战争 开启的这个契机 这个契机 就是花拉兹摩方面 低估了蒙古高原 所崛起的成吉思汉 这个游牧国家的力量 采用这种我们讲的 粗暴的手段 两次拒绝了和平的机会 所以成吉思汉 决心要报仇 成吉思汉动员了 蒙古高原全部的军队 今天我们统计一下 数字大概有13万人 12万9千人 那么另外呢 被蒙古征服的 新的北部地区 也都出兵驻战 那么另外呢 还有降服了蒙古的 这个维吾尔 维吾尔人也派了军队 一万多人 中亚的其他部落 哈拉鲁人也派了军队 他们在这个途中 分别的加入了 这个新军中间的 这个部队 一路向西开过去 是不是成吉思汉 在向哈拉子摩进攻的时候 就有必胜的把握呢 不是的 我们今天 有一个重要的史料 原始郭宝玉传 中间就记载 成吉思汉的军队 中古军队在向西开进的时候 成吉思汉听说 花拉子摩的军队 都驻守在 这个兼必生累的 这个城池中间 城里面储备了足够的粮食 城里面可以打紧 有地下水 可以旷日持久的坚持下去 那么 非常忧虑 我们怎么样 凭我们游牧民族的武力 能够攻下这样 这个设防坚固的 这样的堡垒呢 非常忧虑 最后说 这个时候随行的 一位 经朝原来 成吉思汉 攻经的时候 投降蒙古的将领 名字叫郭宝玉 他就说 说祖上 你不要担心 他容我反问一句 他说 花拉子摩的城 是不是建在天上 是不是建在月亮上 如果这个城是建在天上 建在月亮上 我们人间是不能攻去的 他只要是建在 人间建在地面上 我们就有办法攻去 那么他说话的这个底气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底气就是 金女真 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 几千年以来 就习惯了 攻城略地 进攻任何一次战争 防守的一方 总是 这个高墙 深沟 地垒 那么攻城的一方 有云梯 有挖洞 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所以 城基斯汗 我们要看到 城基斯汗在西征的时候 他的武力 并不只是 游牧民族本身 也包括了 这个 被城基斯汗 已经征服的 那些地区的民族 城基斯汗还带了很多 这个金原来 能够 我们今天讲 就是攻城兵部队 碰到河流 他会降着扶桥 会降扶桥 在扶桥上 能够把自重粮食 重装备 都能够运上去 在中亚的大河 阿姆河上 就有一位姓张的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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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将师见的扶桥 当时随着 城基斯汗 西征的 这个耶律楚才 长存真人 邱楚基 都亲眼看到过这个桥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 城基斯汗 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间 怎么样战胜敌人 这个思想 这个准备是逐渐完备的 那么 出征的时间是 一二一八年 到达了中亚 围攻的第一座城市 就是杀害 蒙古石城的 那个城市叫 俄达拉 那么俄达拉的 那个守将 在得到了蒙古 将要到来的消息的时候 花辣子猫 又向他 派了援军 所以这个城市里的 防守的力量 得到了加强 从双方的 军事力量对比来说 实际上是 势均力敌的 因为农根地区的民族 居住在一个一个绿洲之内 所以容易动员 派了官员到绿洲里去抽撞钉 大家带上武器 就能组织成一支军队 动员起来是比较容易 但是 花辣子猫 没有 集中全国的力量 和成吉思汗对垒 而是呢 将所有的军队 分别 去 防守 每一个不同的绿洲 这样造成 花辣子猫 数十万的军队 被分散 而成吉思汗呢 是把自己的 这个军队 分成几个重兵集团 分头进攻 首先进攻的 就是 这个 花辣子猫的编程 我到了 在这个城市被包围以后 从今拒绝 拒绝投降 我们知道 战争是残酷的 这四人的 当地的老百姓 对 这场战争 引起是没有责任的 这个战争是由当地的贵族的贪婪 杀害了蒙古之者 夺取蒙古的 使人所携带的 金章的 财务造成的 但是付出代价的 是当地的人民 那么这样的 蒙古的军队包围了 这个城市以后 进行进攻的时候 当地的人民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亲人的生命 是进行的 我们讲的 可歌可泣的抵抗 这个城市 建设了三个多月 外城被攻破以后 它的内城中间 中亚的城市一般 外面有个大城墙 然后市中心 往往有一个 我们讲的 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就是 当地政府所居住的 亚蜀所在地 那么官员都退到 那个里面去 带着军队的残部 妇女都上阵 帮助这个地石头 抵抗 最后仍然没有能够 抵抗住蒙古 全部军队都战死 蒙古人把他攻下来 那么攻下来以后 成吉思汗的军队 分成了两支 一支沿着阿姆河的下游 继续进攻 这是由成吉思汗的长子 助持带领的 成吉思汗呢 和他最小的儿子 托雷 带着军队 向花拉子摩的核心地带 我们今天讲中亚 最好的城市 最发达的城市 布哈拉和撒玛尔汗 进攻 那么 布哈拉和撒玛尔汗 很快 被攻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花拉子摩的国王 逃跑了 花拉子摩的首都在咸汉 在北面 他不放手 他逃跑了 逃跑了 这个时候 成吉思汗务必 我们的秦贼先秦王 他一定要抓住 这个挑戚战争的 这个罪魁祸首 他就派出了两员 后来在军事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大将 一位叫哲别 哲学的哲 告别的别 一位呢 叫苏布台 那么这两个人 都是非常有名的将 每个人带了 一万多支军队 沿途大厅 只要听说花拉子摩 人曾经到过这个地方 就抓住当地的百姓 问 花拉子摩的君主 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么这个花拉子摩的君主 名字叫 穆罕默德 他就从 花拉子摩 逃到了今天的 图库曼斯坦 逃到了阿富汗 逃到了今天的伊朗 伊路逃 最后呢 他躲到了 离海 中间的一个小岛上 可是呢 因为我们两支蒙古军队不知道 就继续追 一直翻越了高加索山 经过今天的哥鲁吉亚 当时叫做郭尔兹 然后翻过了 这个高加索山 到达了福尔加河 顿河流域地区 今天的俄罗斯的核心地带 当时呢 俄罗斯并没有统一 分成很多大公 大公爵 所建立的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听说蒙古人来以后 他们就联合起来 和福尔加河 下游草原的清查人 组成了联军 要对抗蒙古人 蒙古人 就是事情呢 分化瓦解政策 说清查人 你们不要抵抗 我们都是游牧民族 我们是共同的 瓦解对方 最后把俄罗斯人 和清查人的联军 给打败了 那么然后 苏布台和这边 从高加索山 以北沿的福尔加河 顿河的下游 向东 经过乌拉尔河 最后回到蒙古草原 我们这样的一个军事远征 就两万多人 在人类历史上 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现在讲 是非常杰出的军事家 才能做到这样 这是其中的一支蒙古军队 那么另外呢 这个成吉思汉 和他的第四个儿子托雷 听说花拉子摩的 君主的儿子 名字叫扎兰兵 他呢 在花拉子摩的君主 逃跑以后 他受命 指挥花拉子摩的军队 继续和蒙古人对抗 他就沿着乌兹别克斯的 向南逃 越过了阿姆河 逃到了今天 阿富汗 新都库斯山 以北的地区 新都库斯山 当时在元代叫做大雪山 逃到了这个地区 那么然后呢 成吉思汉就派了一个大臣 叫十几乎土 是成吉思汉的羊子 去追击他 结果被打败 这个人很厉害 把成吉思汉的羊子打败 成吉思汉非常生气 带了军队以后 到战场上视察 然后就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打败的 十几乎土就告诉他 当时战场敌方在什么地方 我方在什么地方 成吉思汉就对他进行教育 同时等待援军 到了以后 重新向 霍拉兹摩的 这个王子扎兰丁进攻 最后扎兰丁不能底底 向印度的北部退却 今天的巴基斯坦 最后在蒙古追军追来以后 没有地方出逃的情况下 他从悬崖上 骑的马跳进了印度河 逃跑了 成吉思汉站在这个悬崖边 很感叹地说 哎呀 我们的将领要像 扎莲丁这样英勇就好了 就有点像 曹操的感叹 孙子当入 孙中谋 双方都是 我们讲的英雄率领的武装 他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不屈不扰 那么最后 成吉思汉的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 这个沃河台和插河台 进攻华拉子摩的首都 叫玉龙基齿 把他包围下来以后 这个 因为双方 两个儿子互不服气 攻了半天 不能下来 成吉思汉 让本的长子助斥 从前海北部过来以后 命令第三子 为统帅 另外两个儿子要听他的命令 最后把华拉子 首都攻向他 华拉子摩就这样 灭亡 灭亡以后 成吉思汉统治的国土 西面到伊朗 东面 到山东半岛 北面 过了贝加尔户 南面 可以说 接近黄河 一个非常狭长 东西万里 这样一个辽阔的 已经是亚洲最强大的政权 我先讲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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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好 不接近 没有 对